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造成青少年犯罪人口比率不减反增的现象 许多触法少年反复地进出矫正学校 不仅危害治安 更严重减损了青年的劳动力 形成国家发展的危机 在台中石岗有一家安置机构 引进美国冒险体验教学 透过各种挑战体能跟胆势的户外活动 让这些飞行少年从中学习到面对恐惧解决问题 最终撑起一个家的能力 这群几乎已经被教育体制而放弃的孩子 有八成可以在截训之后 稳定升学或者是就业 回归社会常规 而剩下的两成即便不经理想 也不会再回头找以前的帮派大哥 人称熊爸的创办人张良清 跟热血社工熊哥彭俊雄 二十多年来 他们无私的付出 只为了让这些孩子能够有逆转人生的机会 即使牺牲了家庭跟健康 熊爸和熊哥也无怨无悔 一般人来讲的话就是 你一生当中最怕的三种东西 怕火怕水怕高 那你可以拿其中的一种 出来训练他的自信心跟成就 我们做高空做绳索训练 一次做一年可能就上百次 然后他就从那个会害怕 上去会哭 然后到可以在上面活蹦乱跳 通空里投射出人类未高的本能 即便已走过上百回 依旧一步都不敢大意 四米五将近两层楼高度 站上去后往下一看 心中的恐惧整整袭来 他就只有一根绳子 所以你会很害怕 旁边如果脚一滑的话 你就可能没有踩到 就很怕会掉下去 所以走这个的话会特别比较小心 也会身体比较紧绷一点 第一次他可能只有三公尺 然后就卡在那边不会动了 那我们会等待一段时间 看他能不能再继续往上 然后有那个高度的适应力 所以他等一段时间之后 他就有能力再往上爬一点点 那就要用时间去跟他耗 那他就胆量就会越来越来 然后这一次可能爬到五公尺 不行得下来 但是下一次他就会超越五公尺 用时间与耐心守候 毕竟在现实生活中 鲜少有人愿意停下脚步 等待这些被教育体制放弃的孩子 19年前张良清以母亲之名 创立张秀菊基金会 专做儿少安治 引进美国冒险体验教育 在台中石岗一处深山里 打造出全国最大的探索体验教学基地 会来到此处受训的孩子 几乎都是由少府院或少年队转介而来 有些甚至还有案在身 我们早上八点半就会去学校载 就到大门口去载 然后载了之后 就会带到山上的沙连敦训练场 然后做训练 然后训练到三点半的时候 再载回去学校 那他就算上课一天 那训练到最后 我们就会开始要求小孩说 你要开始上课四天 才能带你出来做训练一天 他们慢慢的就会变成从中座 然后到开始回学校上课 放下纯电店行囊 大伙终于能够喘口气 从车站走到营区三十分钟的路程 锻炼的不仅是体能 还有意志力 今天这个活动是我们安置机构的训练 它其实就有点像是 孩子的年终考核 成年礼 就类似这种概念 那这是考验它 综合能力有没有提升 那我们在社工专业里面讲的 就是它的自我效能有没有提升 好了 就赶快来列队 我们要赶快去搬船了 相处起来就像林家大哥一样 孩子们称为熊哥的社工彭俊雄 小时候看到班上不良少年 因为家庭照顾功能不足 走上其路 立定志向 未来要帮他们一把 中山一大社工系毕业后进入基金会 担任督导角色 提点孩子们该注意的细节 看到他们就是在催促这些东西 就是生活治理照顾的能力 还有他们就是 像今天要准备划船 那他准备东西够不够 有没有漏东漏西 第一次来这里的局长 雄霸张良清则向是精神领袖 坐镇指挥 顾全大局 深受母亲张秀菊助人为乐的个性影响 从姻缘际会收留两位家暴孩子开始 投身额少保护领域 直到现在 透过户外的这些休闲活动的感觉 然后去跟他谈 怎么跟现实生活做连结 关在小房间里面 然后就这样子在会谈 然后那个成效就没有像这样子的 这个互动的那种成效来的强 训练场域从高空基地 转移到海边营地 孩子们这次要克服的恐惧 是来自大海的挑战 你在基地里面学会基本动作之后 然后就会来到这里之后 你就有很多东西是没办法控制的 那就会训练小孩的运变能力 那他如果说很多时间 是在做这样子的常识 其实他对那个冒险跟挑战的 那个意志力就会一直增强一直增强 强化抗压性 学习独立 培养这些原生家庭功能失调的孩子 未来有能力担起一个家 最少我们出去的小孩 他都可以养活自己 然后妻儿也可以养活 去那小孩怎么样子去重组家庭 不然他的下一代还是会跟他一样 艳阳洒在海面上折射出零零波光 孩子们紧握着讲 两人一艘同心协力 他们就开始在学习互相帮忙 然后照顾弱小的家人 就是常常会在我们的训练中听到的 那所以他们在配对两个人一艘船 去练习他怎么样同舟共技 但逆风撑船 怎么滑都挚爱难行 你到外面现实社会 就会到像海边的浪边一样 每天都在风口浪边上 那你怎么去面对一浪接着一浪的难关 那这个东西其实就是我们内化埋进去 他的脑袋里的一个种子 未来他在遇到很多逆境或挫折的时候 他就会有能力可以去面对 一开始我就觉得有点害怕 因为怕说什么船可能会翻掉 然后我可能就爬不上去之类的 然后但是后面学 就是有多学几个技能 然后就比较还好 有比较自信 对很多事情 就想说 我可以去做做看 像现在的我 我会去教下一个新的人 传承我的技术给他 再让他再教下一个人 就连续下去了 劫饿不寻的叛逆少年 透过体验教育渐渐回归正轨 因为过失纵火烧死养父 被养母抛弃的小黑 从原先自我封闭的孤僻 到现在愿意敞开心扉 甚至极尽所能主动付出 我们现在有新的一块地 然后在我还没离开之前 我都可以尽量去帮那块地整理 我尽量能做就把它做到底 做到最好 那我遇到很多孩子就是 在外面状态很差 在关的过程中也会跟我们通信 然后出来也会找我们 然后也会跟我们说 那可不可以帮我找工作 我不想再回去参加那个 阿兄的公司了这样 但这些东西都最 对我们社工来说最困难是 这些东西都会发生在好几年后 高工时 高风险 低成就感 消磨多少满腔热血的社工 熊哥与熊爸20年来始终坚守岗位 昼夜不分 陪伴辅导出3万多个孩子 我如果带小孩出来做训练 就是24小时 那一年 疫情之前 我一年少了200天是睡在地上 我也曾经半夜 两三年接到小孩给我的电话 说他在公园 就躲在那边哭 就问我说可不可以去看他一下 然后我就去 结果他就是 后来还是忍不住 嗑了药 然后身体上有一些状况很害怕 担心人要死这样子 然后也是我们就是 学习他去看医生去处理这样子 24小时待命的结果 彭俊雄错过儿女的出生与成长 张良清更是差点浮现人生跑马灯 那年初次我去竹山 然后就在山上心脏停止 心意性猝死 装了夜客膜装了5天 然后昏迷了15天 后遗症就是 现在每天都像喝醉酒一样 头晕 然后装夜客膜的后遗症就是 左脚是马的 鬼门关前捡回一命 所有人都劝张良清退休养生 但他依然坚持 行临现场指挥坐镇 拳击手出身的硬汉性格 逆境自强绝不服输 比较多的都在讲 那你每天都带这些小孩玩这么危险的事情 做什么 那他们认定你的就是我 那你跟他讲说这是一种教育 可是没有人听得懂 所以在台湾其实接受率不高 然后到现在都已经 已经进来台湾已经三四十年来 接受率还是不高 升学主义至上的社会风气 让需要时间发酵的体验教育 显得吃力不讨好 加上高成本高风险 当年光是学会这一套系统 张良清就烧掉百万 又花十年时间调整改良 才有办法适合台湾孩子 那既然要帮忙他就帮忙到彻底 就是让他最早出去之后 他能够有一个稳定的工作 养活自己 然后能生存下去 而不会出去不到三天 就被老板辞职了 还是他不到三天就把老板辞职了 所以我们就开始是调整我们的脚步 然后到现在 有能力可以训练小孩到就业 就是一条往的服务 手脚俐落 神情专注 每一个动作按部就班 讲究细节 更要求专业 把产需啊 然后从生到浅 然后酸到苦这样 技术都是都在这里学的 对 这是也是我第一次接触咖啡这个行业 李月生阿伟在咖啡店担任要职 未来想跨足西餐 目前已跟在米其林主厨身边 学习一段时间 梦寐以求的机会与工作 都是张良心帮忙签的线 出去的小孩有稳定就业三年算一个个案的话 我们现在可以稳定的小孩差不多有八成 有当老板的 有那个在外面工厂工作工作到 现在都已经当到主管阶级的 也都蛮多的 然后他们对那个领导能力上面都算蛮强的 二十年来超过三万名孩子接受过基金会的辅导 许多浪子回头的过来人 甚至主动提供职缺给学弟妹们 从手心向上变手心向下 这颗在孩子们心中种下的种子 随着时间从黑暗中生出 晒的枝芽 这 咱 呆 这个 咱 诺 呆 工作 呆